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后不大可能会继续合作 祝他将来了一切顺利 可见当时的张伯芝 声誉之大 张伯芝 因为出演了周星驰的电影喜剧之王 一切成名 成为了炙熟客热的当红女星 谢霆锋为他倾心不已 向华强也是分开好他 从情义上说 要帮助谢霆锋一副杨寿成 向华强拜把兄弟 从利益上说 张伯芝又前例成为一线巨星 就这样 向华强邀请了刘德华 与张伯芝合作 大块头又大智慧 本身 刘德华知道最细的女医 是张伯芝的时候 刘德华就有点拒绝 因为张伯芝的脾气在娱乐圈死路人皆知道 由于他任性的脾气得罪了很多圈内的人 刘德华不想与张伯芝合作 向华强之道后 亲自出面刘德华说了想半天 刘德华才勉强同意 刘德华妥协后 张伯芝越将得意不珍惜 在拍戏期间 两人有一段长对伴 刘德华独白的时候 张伯芝竟自不自合助力讨论购问其 刘德华勃然大怒 跟向华强抱怨还说 要不是因为看在你们面子上 我早就拍不下去了 时间早已经证明了